我要先画一下背景 我先把纸打湿 然后用丙烯 加多一点水 先画一下背景 把柄放下来 放下来 坚持一 рус 谢谢大家 冬天呢 下雪 先花点雪再背景 刷子 拿风筒吹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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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会先画深的颜色 深颜色 深颜色在里面 比较深 等一下再画浅的颜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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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об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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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浅颜色的珠子 画在深颜色的上面 增加立体的效果 增加立体的效果 再画点小一点的叶子 有大的有小的 在深颜色的中心里 增加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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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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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离我们近一点的,有离我们远的 远的树枝呢,你可以在里面多调点红的 或者是调多一点水,就像水采一样也可以 我们可以在里面和画面里面温度隙 也看着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发现哪些是看样子一样的 那就在别的地方再稍微加一点东西 让它感觉上打破一下 完全一样的 就是说要有变化 现在这个竹子这里有点干了 有点还没有完全干 我想画点雪 画点雪在上面 下雪 直接用白色 直接用白色画在竹子的叶子上面 雪也是有些地方厚一点 有些地方可以薄一点 就是说有些地方白一点 有些地方还可以露出叶子的颜色 有些地方可以露出叶子的颜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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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是云春花 云春花是有点黄色 那要是在黄色里面 我会先加一点白色上去 先画花 一定要加白色才可以把背景的红色盖一下 现在也是哦 加点 画点白雪在这个树枝上 有树枝的地方 接着 1 2 4 5 5 其實加了雪上去喔 加了白的 它的立體感更強了 更漂亮 我覺得 你們覺得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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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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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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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差不多了 最后再加点血上去 比我们净的血 怎么能死 所有的血 人们员 萌咽 所以 不动 最后再加上 这段话差不多完成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请给我点赞和分享 欢迎你订阅 如果你开启小铃铛 你会收到最新的影片 谢谢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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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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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